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星期五是农历正月初四 好 下面呢 开始解答听众朋友问题 喂 你好 鸟 鸟 师傅稍等 鸟 鸟 师傅 请讲 请讲 一会儿听一会儿响的 一会儿听一会儿响的 现在听得见吗 好了 可以讲吧 好 感恩关心 感恩师傅 弟子现在帮同学问几个问题 有一位同学他五岁的时候 他做了一个梦 弄进一个小baby 然后这个baby呢 梦里说是侄子的孩子 是他的嫂子在带着 他的意念中是 要让侄子去找baby的妈妈道歉 要跟紧结婚 说要为了这个小baby结婚就是 然后现实中其实他侄子也没结婚 也没女朋友 但是你侄子就三十岁 他就想问这个小baby 是他和他自己打胎的孩子有关吗 应该是啊 跟他投胎的孩子有关系 嗯 那就是他是还要超度 还是超度走了吗 因为梦里是侄子的孩子了 啊 那就超度走了 啊 超度走了 好的 你嘴巴里话筒稍微圆一点点 否则有破音 好吧 哦 好的 对不起师父 嗯 你第二个问题 同修他梦见老家的一座老庙 然后梦里说是同修自己以前见的 嗯 但是他进去以后呢 这个庙里也没有看见菩萨 又也好像没有人供奉的样子 嗯 就是梦里就说 我同修只是现在在家 呃 一心供奉 设置了东方台的菩萨 冷落了老庙的菩萨了 然后现实中呢 同修他去 以前他是去这个老庙 拜过观世音菩萨的 然后也经常去打扫卫生 他就想问做到这个梦以后 他有什么需要做的吗 一般的来讲 一般的来讲老庙里边如果是观世音菩萨的话 菩萨不会这样的 一样的 观世音菩萨都是一样的 对 只是说明老庙里边有其他的 其他的那种啊这个或者神啊仙啊 或者什么灵性啊在里面的 可能会有一些想法吧 像这种情况吧 自己多念念这个 这个消灾吉祥神咒吧 好吧 嗯 哦 好 念个几张小庞 那么最好 七张嘛最好 嗯 就是给自己的要经者念 对对对 嗯 好 感谢师傅开始 呃 接下去一个问题 就是同修想问 师傅是不是曾经说过 在人间正的小城出国 并不代表可以往生到 生稳到呢 有这种说法吗 嗯 小城出国的话 实际上应该能够往生到 生稳到的 应该没问题的 哦 如果他能够得到这个出国的话 他就能上去 明白了吗 嗯 明白 好 感谢师傅开始 接下去一个问题 就是同修他有一个观世音菩萨的吊坠嘛 然后他自己也不知道是怎么弄到沙发上去了 然后当天晚上他先生就刚巧睡在沙发上 就早上发现就可能就是 先生可能就睡到那个吊坠了 嗯 或者也有没有其他情况 反正也不知道了 他就想问现在他这个吊坠还能带吗 应该没问题啊 在观音 嗯 在在这个佛台上放一下就可以了 那七二念送礼佛大 三遍 三遍 好的 嗯 好 感谢师傅开始 嗯 就是师傅以前开示过说 温庆明如果用佛光普照的话 就是不是太好 就相当于把自己当成佛了 如果做的不像佛的话 那就就是会亵渎菩萨用这个名字 嗯 然后同修他现在想问 他就 他有一个群 他把群的名字改成了 佛光普照 老齐佛群 他想问他这样子的话 有问题吗 没问题啊 他个人的话可能有点问题 他如果说这个群 都是佛光普照的话 就请求观音 普照佛光普照呀 哦 群的是对观音 普照普照的 你如果你用个人的微信名的话 你当然说你是在 佛光普照别人了 嗯 哦 明白了 好 感谢师傅开始 有一个同修他上江的时候 他就问菩萨 他说他想知道 他的业障比例是多少 然后梦里就对他说 百分之十 然后后来又有一个数字说 比如四十的百分之十 就是四 那他想问 这个梦和他的业障比例 是有关系是吗 当然有关系了 他说四十前面就是四 看见他前面那个字的呀 就是梦里一开始是说百分之十 然后后来就是说 比如四十的百分之十 就是四 那他这个数字的百分之十 就是四 那就是已经很好了 应该是百分之十了 嗯 哦 太好了 好 感谢师傅开始 嗯 接下去一个问题 就是有一个观音堂啊 他们共有很多 然后他们做速食活动的时候 会用掉一些 然后也会结缘给一些 吃成素的朋友 那佛友 但是还是剩下共有很多 而且有的有快过期了 还是没有结缘出去 那他就想问 他可不可以结缘到其他的速食餐馆去 或者说对所有说 暂时先不要拿油过来供了 该怎么办比较好 有多的话 还是来自于民 取之于民 还之于民 我觉得还是还给他们比较好 你不要弄到速食餐馆 弄到速食餐馆 人家给你送点菜 给你吃一点 你就好了 不可以这样的 速食餐馆它是赚钱的 你这个人家是供养一片心的 你不能拿人家的钱 你去供养速食餐馆的 嗯 行不懂啊 明白了 明白了 然后接下去一个问题 同学说 我们学博人会有 护法神管着 犯了错误 护法神就会惩罚 那么请问 护法神惩罚之后 就是帮我们 消掉了一部分 这个做错事的新业势吗 然后如果不惩罚的话 就不会消失也是这样吗 不惩罚的话 我们就积累啊 累积啊 累积到一定时候就大爆啊 哦 好的 感恩师傅开始 哦 就是师傅 第二个问题 师傅在最近的来世 来信解答疑惑中 有一句话 就是说 呃 有的孩子是 就有的孩子 很多孩子从小身体很不好 那么就是来还债的 有些孩子还完了 不欠爸爸妈妈了 就走了 同学想问 为什么来还债的 会身体不好 为什么不用让家长 省心开心来还债呢 还债嘛 就是你家长 如果他身体不好的话 他一个 他自己来要债 那他就身体不好 他来还债的 他身体也不好 为什么呢 他来还债 他是欠人家的不啦 嗯 欠人家的身体 自己会好不好 欠人家是不是 自己作孽了 这也是他自己的业障 对啦 你欠人家钱嘛 你上辈子欠人家钱 这辈子来还 你不是一个好人呢 好人嘛就是 不欠人家的呀 谁还不懂啊 好的 明白了 感恩师傅开始 接下去是一个梦 同修梦中正在用手机 给另外一位 嗯 师兄还钱 转账还钱 就是说一面一试 欠了他99块钱 然后输密码的时候 怎么也输不进去 然后一个声音就说 那位师兄已经赶欠他了 不用还了 现实中 另外一位师兄是 助援了他三场法会 那么 然后 这位做梦的同修呢 他也帮另外一位同修 念过很多小房子 嗯 他想问 这个梦有什么特别利益吗 嗯 没什么相互帮助呀 不是蛮好 他没钱的话 人家助援他 他不要去白拿人家呀 他要用心给他念小房子 我告诉你 我警告你 如果人家不用心给他念的话 他就会出大事 他这个就是拿人家 拿人家钱财的人 如果他小房子 给你妈妈糊糊念 他就出事 嗯 骗不了菩萨的 听得懂吗 好 听懂了 赶师父开始 嗯 接下去是有几个 路人的同修 他想请教师父 这样的问题 有个女同修 家人不修 嗯 然后这些同修 他为了孩子 在家里苦苦的煎熬 担心自己 如果舍下孩子之后呢 将来孩子无法学佛 所以一直在家里委屈修缠 但是这个女同修 她的愿力又很大 她真的很发心 愿意放下人间的东西 一生拼命的弘法扑人 当同修为了佛法 放下家里 以及孩子之后 她想问 菩萨是不是会为孩子的教育 做最好的安排呢 嗯 当然会了 嗯 这个就是说 要看他发心多大了 很多法师 他们 舍去小家 进入大家 你说他们的孩子 菩萨会不会照顾了 他会不会逼应家里了 还要讲啊 对的 好了 嗯 好 嗯 那同修应该就 心里就安心很多 感受不太是 对啊 嗯 接下来就是一个梦 同修梦道 梦里有一个意念 意思是让A同修 对某些人 不要太慈悲 那 这个梦就是想问一下 是不是说明 A同修身边 有不正的人呢 这个梦要看谁讲的 如果摩跟他讲的 慈悲永远的 不管对谁都要慈悲 没有说对有些人 不要太慈悲 我告诉你 就是地藏王不在 他惩罚那些不好的恶灵 罪灵 他也是为了救他呀 他也叫慈悲呀 听不懂啊 哦 明白了 好 当然师父开始 嗯 嗯 师父 就有些人他肠胃不好 然后他改了名字之后 肠胃就好了 那这个 嗯 这个名字跟身体的关系 就这么大吗 会啊 名字会改运的呀 但是问题 你学博们更能改命的呀 改命改运的呀 就是这样 命运就改掉了呀 明白了吗 嗯 好明白 感恩师父开始 呃 师父最后再问一个梦吧 就是梦到成修的小儿子 两年级左右的 然后穿着婚纱裙 呃 他就想问 而且梦女穿着婚纱还挺可爱的 他想问这个梦 有什么问题吗 他儿子 他儿子啊 他儿子要当心啊 嗯 婚纱是女人穿的呀 对呀 上辈子他 他老婆 跟某一个人 有过婚姻 跟他妈 说不定他这个儿子 跟他妈上辈子 就是夫妻呀 哦 这样子 嗯 就棒棒 棒 棒棒 棒 呵呵 那是该 那是该 对念 姐姐咒吧 对呀 跟他妈是绝对恋人关系啦 嗯 母亲是任何孩子的第一个恋人的 嗯 明白了吗 嗯 然后孩子大了 离开妈妈了 妈妈就失恋了 呵呵呵 呵呵 呵呵 好 明白了 感恩师父开示 嗯 那师父 今天我的问题就问到这里 拜拜 感恩师父 师父您保重身体 嗯 拜拜 祝师父 祝他健康 心灵快乐 感恩师父 你好 喂 喂 你好 喂 师父好 请讲 喂 师父能听得清楚吗 听得清楚 嗯 师父请稍等 嗯 师父稍等一下 对不起师父 我插了一下耳机 嗯 师父能听得清楚是吧 弟子给师父请安 谢谢 给师父拜个晚年 祝师父法体安康 长久住世广度有缘 嗯 感恩师父 嗯 今天请教师父几个问题 嗯 我们自己的业障自己背 嗯 嗯 第一个问题是 就是 如果梦到下颜 有好几颗牙松动 然后碎成很多个小块掉落下来 请问师父 这个是什么意思 小背啊 小背身体不好呀 嗯 嗯 就是师父以前开始过说 就是这个牙 呃掉的话 或者是碎成小块掉落下来的话 有的时候是身体不好 有的时候是家里人 人际关系不好 这个怎么判断呢 怎么办 他很断掉了 就是基本上就是关系很不好了呀 斑断了呀 如果松动的话嘛 就是说 关系不好 但是还有救呀 嗯 嗯 那什么情况下 就是身体不好和人际关系不好 这个 身体不好 就是一排的牙 就是叫 一排的牙 就是 人际关系不好 几个单单个的牙 就是身体不好 哦 哦 明白了 嗯 感恩师父 嗯 请问师父 就是师父看出一个人的业障比例 就这个比例里面有多少 就是说是他前世的业障线 有多少是新业的比例 能从这个比例里看出来吗 一般的看不出来 但是你要真的仔细看 也能看出来 一般的来讲 这个比例就是 是今世的比例 不会前世的 因为前世的比例已经到了今世 变成你现世的业障了 爆掉了 爆掉了呀 爆到你今世来了呀 算在一起了呀 哦 那就是说 师父看出来这个业障比例 基本就是他今世所造的新业的比例 是这样 对了 新业跟过去全连在一起了呀 哦 明白了 举个简单的 感恩师父 你在十年前借人家钱 现在你又借人家钱了 你加在一起嘛 就是这个比例 那么你不能说 你过去多少 现在多少 那当然是算在一起 你一共欠人家多少了 嗯 嗯 明白了 感恩师父 请请问师父 就是如果有一段时间 很执着一件事情的话 这个业障比例也会 就是很快去增加吗 会 哦 就是因为很多同学 就是有一段时间 可能是师父看他 业障比例一下子升高很多 这个都有什么可能性啊 是有可能做错事情 或者执着一件事情 或者有什么情况 执着过头了 已经直接达到你80天钟了 他就会升高 一般的在六四和七四的话 他不会提高升高这么快 到八四了就升高了 因为给自己压力了 某一件事情在心中了 已经进入八十天钟 就会产生压力 而这种压力就会增加 你的业障比例 明白了吗 嗯 明白 那是不是这种情况下 所升高的业障比例 容易消掉吗 会 比较容易 嗯 所以为什么业障比例 他有高有低啊 很快 就这个道理 嗯 他是个情语表了 明白了吗 对对对 嗯 就因为可能他也是 一直不在变化的动态 对对 一个数字 嗯 明白了 谢谢师父 嗯 请问师父就是 呃 如果雪原仪式修成的话 业障会提前激活 承受一些业果 但是因为我们不知道 就是前世隐藏了多大的业障 如果说这个人有很大的业 会不会因为他雪原仪式修成的话 业障突然间爆发 而在关节的时候 就是承受不住呢 会的呀 当然会的 业障爆发的话 很多人承受不住 这个人就被业障所困了呀 那就麻烦了呀 嗯 是的 嗯 就是呃 因为很多同修 就是也希望自己能够 许原仪式修成 但是他并不能判断自己 前世是不是有这种很大的业障 那他怎么能判断自己 能不能许这个愿呢 你今天敢许 你今天能做到 至少你哪怕是现在 当时 就说明你能做得到 嗯 你敢许的人就是做得到 我问你 你今天一个人跑步 能够跑 三百米跑多少秒 多少秒的人 他跑得过去 你说到一个人懒得臭要死的人 平时都不大走路了 他敢许这个愿命了 嗯 明白了 因为我记得是师傅以前开始过 就是说 有一个人 比如说前世业障很大 杀过一个人 但他因为许愿了一时修成 可能今世会给他一个比较大的业果 有可能生癌症 但是慢慢不再保佑他就会好了 就是他这个业就大小 大业化小业了 是这样 大换小 小换五 明白吗 嗯 明白了 感恩师傅 请问师傅就是 呃 如果院子里面有桃树 是不是不好 桃树 就种桃树 桃树 嗯 都不好 桃花就是不好 桃花就是 很容易沾着男女之势的 嗯 哦 那就是如果 比如说这个 这棵树已经种了很多年了 就是不想砍掉的话 有什么 就是 方法吗 就是能够 破解一下 很难的 嗯 多念经呀 给他多念经嘛就好了 是 是给 桃树呀 给哪里念经 给桃树念经呀 解节奏呀 是说 哦 跟桃树念解节奏 你不开 你不砍掉你就念经啊 哦 因为他散发出来那些 那些那些那些缘分 不一定是正能源的 听不懂啊 明白 明白 感恩师傅 你听听名字 你说好不好啦 嗯 不太好 人渣 哦 战渣 对不起 对不起啊 哦 那什么树比较好呢 种在院子里面 你说呢 牡丹花 花开多好啊 花 什么花 我看茉莉花也很好啊 你为什么非要那么渣的 哦 为什么应该桃花 桃花 桃花 我就是犯桃花运呀 犯桃花运一定动情的 动情的话一定是上自己的 人只要一动情就上自己 明白了吗 嗯 明白 好的 嗯 谢谢师傅 请问师傅 就是为什么这个冤结的冤字 下面是一个兔字的兔呢 这个有什么讲法 有什么讲法吗 没有太多的讲法 过去 我们说 我们说受冤的人很多 受冤的人 头上可能会盖一个东西 上面这个地方 嗯 有一个帽子 对不对啊 嗯 嗯 冤结 那么你 至少说给你盖上一个 一个帽子 不是太好 对不对啊 嗯 那么兔子 那么我们经常讲 很多 过去古时候 有很多故事 说的 冤枉啊 冤屈啊 因为弱小 听得懂吗 弱小 因为兔子是很弱小 因为戴兔子的 戴兔子的成语 一般讲起来 比较弱小啦 受欺凌啦 那么你在 无缘无故的 在戴临帽子 你听得懂吗 哦 明白了 所以欢喜冤家啦 冤家路仔啦 你看这个冤呢 对不对啊 嗯 不管是什么冤 他就是说 让你受到 很小的 还能让他受到 很大的压力 啊 就是 你看 明白了 你看这个冤字 它下面是个兔子 对不对啊 那我再问你一句话 你想想看 那个 比方说 啊 李渊斋福 后来 冤家路仔 冤 嗯 就是很小 嗯 冤家路仔了吧 对不对啊 对对对 兔子 实际上 这个小动物 很容易遭受不白之冤呢 人家说了 哦 那是不是 是不是属兔的人 也是也容易有冤解呢 对了 你去看好了 守兔子的人 基本上在感情上 都会有问题 哦 对 师傅以前开示过 这个 属兔的人 就是感情不好的 啊 那个 嗯 感情不好 因为 因为兔子的人 比较容易 招惹啊 感情上的灵性 哦 嗯 明白了 那那师傅 属兔的人 就是猪年 要特别注意什么吗 注意啊 注意当心点 注意当心 跟人接触呀 嗯 人际关系这方面 实际上 实际上就是 冤屈冤屈嘛 实际上就是帮你戴了一顶 戴了一顶 没有 没有顶的帽子呀 哦 我问你一个兔子到处跑的很自由吧 嗯 把哪个框子框住你呢 你不是受冤了吗 哦 哦 明白了 师傅这么说就明白了 嗯 谢谢师傅 感谢师傅 嗯 再请问师傅就是菩萨是不是完全不中阴的 还是说只是不中恶音啊 菩萨不中恶音 因为菩萨还不是还不是无上正等证据 菩萨只是正等证据 哦 听得懂吗 那那佛呢 佛也是完全不中阴的 完全不中阴的 嗯 那善音也不会中吗 不中 他不中 他没有善和恶的 呵呵 他不 他就是 他就是你人家看上去他中的善 实际上也是不善不恶 嗯 他只是寻 寻找的一种真理 一种真谛而 而在这么生存的 听得懂了吗 哦 就是说佛已经完全不在 完全不处在因果之中 对了 对 早就出来了 哦 根本不在五行当中了 跳出五行了 对不对啊 明白 明白了 谢谢师傅 师傅就是菩萨有时候点话我们啊 就不会直接告诉我们答案 都是通过梦境啊 或者就是这个道理 因为菩萨如果直接告诉你 他就是进入我们说的因果了 所以菩萨不动因果 就是这个道理 明白了 对 因为师傅也经常跟我们说 说我们问师傅什么事情 师傅也只是说 不会直接告诉你答案 都是让自己去误的 对啊 有的时候 有的时候 我们电台里那些秘书处的小朋友做错事情 他不觉得他自己做错啊 你跟他讲 他还觉得他很有道理 你这时候你只能不理他呀 自己去误了 因为如果你过多的参与跟他的 这个交流沟通之后 你就会进入他的因果当中啊 哦 明白了 听懂了吗 听懂了 听懂了 谢谢师傅 请问师傅就是 是不是就把眼耳鼻舌身意转为佛性 是控制自己不造业减轻烦恼最好的方法 是啊 眼耳鼻舌身意都会让你找到麻烦的呀 你看看 如果你去见一个人 你可能就会惹上很多麻烦了呀 你要你要是你不见这个人你会不听他讲你会有麻烦不了 你不听他说 你不看到这个人 你就没麻烦呀 问题很多人就是不听的要看不听的要说 不听的要想 这就是眼耳鼻舌身意呀 都是意出来的呀 听得懂吗 听得懂 感恩师傅 再请问师傅一个问题就是 同修的公共婆婆是西人 参加过几次法会 婆婆身体不好 但是他不懂和菩萨讲用功德消业障 也不好让他理解功德消业障的道理 同修能否和菩萨求帮婆婆用婆婆本人法会的功德帮助他消除业障呢 可以的 哦 好 就是说如果在在就是婆婆本人他不知道的情况下动用他的功德 这样做如理如法吗 哦 那不可以 嗯 当然他要知道 否则他没钥匙的 婆婆的功德要他自己同意你才拿得到 否则拿不到的 哦 明白了 明白了 谢谢师傅 嗯 请问师傅就是同修他梦到在前行的路上不是很好走 并且有一个执法人员要检查这个女同修 女同修继续前行又碰到了检查的人员 被他被带到了一个房间里 要他的身份证被就是他的身份证要被复印 同修在梦里对那个检查人员说我是爱国爱民遵纪守法的 请师傅结盟这个是需要小房子还是有冤解 这个没有什么 这个就说明他脑子里经常想跟人家说我们是爱国爱民遵纪守法 哦 哦 那他不需要念小房子是不是 嗯 我觉得他没什么 嗯 哦 明白了 他可能脑子里经常想我碰到什么事情我就说我是爱国爱民遵纪守法 哦 哦 好的 好的 谢谢师傅 还有就是同修梦到在一个村庄里的一个小屋子里有一个像好庄严的婴儿 同修意念里呢那是佛陀刚刚出生时候的样子 同修梦里知道那个婴儿是佛国 虽然刚刚出生却有三个大婴儿的特征 三个月大婴儿的特征 同修还跟这个小婴儿说 你之后会讲天上地下唯我独尊 请问师傅这个梦是什么意思 啊 这就是他可能看到了佛祖的前世吧 就是就是到人家来的时候 他一定也是天上下来的 不简单的 哦 哦 明白了 谢谢师傅 嗯 同修梦到一个女孩站在很高的楼上 楼上弹出一块一平方米左右的玻璃平台 这个女孩自如的在平台上 如同练习跳水一样来活的翻腾 都很稳稳的落在了玻璃上 突然空中出现了七彩光 她想用身体去迎接光 但是偏离了平台 她开始向下飘落 看到同修意念中 她从这么高的高空 嗯 下去会摔死 画面一转 看到女同修突然见到了摔落的女孩 她对那个女孩说 你跌落后醒来有疼痛感吗 女孩说什么感觉都没有 看的女同修意念中出来 生就是死 死就是生 无生亦无死 请问师傅这个梦有什么意思吗 境界 就讲着她的境界 起起落落 就是她的境界 哦 她的境界 明白了吗 嗯 好的 感恩师傅 请问师傅就是同修梦见 乞丐来找他要钱 同修去超市买奶粉 找了零钱 来了一个乞丐 就盯着同修 要他口袋里的钱 给他五块钱 那个乞丐盯着 梦里盯着同修的十块 呃 那就给十块钱吧 给了十块钱之后 他盯着同修的二十块钱 然后他眼神非常的迫切 请问这个梦里 这个乞丐 要盯着 要盯着 还要讲 这肯定的 呃 要多少张小房子呢 一般那么这种 如果梦中来问你要了吗 二十一张呀 哦 好的 谢谢师傅 同修已经许愿出家修行 目前不与父母联系 对孩子也不关心 按照自己的想法大量放声 祝愿师傅的法会 很多同修都说他修偏了 但是同修却不以为然 同修自己认为很听师傅的话 严格守戒 同修 师兄梦见走进一个水池里面 喝了几口水 感觉自己就躺下去死了 有人说他应该是死在另外一个水池里面的 那个水池比这个水池小一点 明年他呢 就是五十三岁的关节 请师傅开始一下 就是这个同修师傅已经修偏差 应该是 应该是有点偏差了 他不 他出家自己出家是吧 呃 就是 对 同修 他 他已经许愿出家修行 他现在就跟父母 也不联系 啊 那许愿出家还没出家 你就 不一定这样的 你要不在师傅身边 你这么这么走的话 你一定会走偏的 你想想看一条小 小周 你在航 在海上这么航行 你哪会不颠簸啊 翻掉怎么办 嗯 你像这种 你出家你必须要有师傅的呀 没师傅你怎么修心啊 明白了吗 嗯 你要说你到学校里去读书 你可以没老师的 明白了 明白了 就是他现在因缘还不具足 等到他因缘具足了再去做一些事情 他至少说要要有要有出家的愿望 然后人家同意出家 然后把家里要全部要同意说通 自己要有坚定不移的信心 然后移出家的缘分具足 修心修到一定的境界 出家不是一种逃避 而是一种精进 听得懂吗 嗯 听得懂 好了 好了 谢谢师傅 最后请问师傅一个问题 就是如果经常觉得讲话会气短 喘不过气 这个是什么原因啊 呵呵 气短的话有两种意 我经常这样 一个就是废话量不够 哦 第二个就是自己心中挂爱太多 哦 就是有时候我 负能量太多的人讲话气短 没有信心的人讲话气短 所以你去看 如果一个人碰到 碰到警察了 人家 你干什么 呵呵呵 看见了吗 你要是理直气壮 你没有犯法 你说我没有啊 没干什么呀 一看了 你干什么了 我我我 没没没什么 气短了吗 哦 师傅 这如果不是因为害怕气短 就是比如讲话讲多的时候 就是感觉上气不再下气 那肺啊 肺出问题了呀 肺啊 肺 肺的储存量特别小 肺到后来有积水了 他的整个的肺活量就比较小 要锻炼他的深呼吸呀 所以像这种人 一般游泳的话 他气也是很短的呀 嗯 对对对 那是不是要要补一些气是不是 补气的话 你要有地方补的呀 你现在里边那个空间太小啊 肯定费积水了 就是说抽了二手抽烟 吸了人家很多二手烟了呀 哦 师傅可以吃点那个西洋参吗 西洋参可以吃啊 只是外补啊 你要内补 内补的话 你要锻炼自己的肺活量 那就是深呼吸呀 呼进去很深 先吸 吸到一定的时候憋住 然后慢慢的吐出来 吸到很深 憋住 然后慢慢的吐出来 你这么练肺的呀 还有多吃黄瓜 哦 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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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师傅 那个最后弟子给师傅拜年 感恩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和师傅 我跟我妈妈呢 跟师傅就是已经学佛快七年了 在这七年当中 就是我们都没有退转过 而且我觉得我们一年比一年比一年更加的坚定信心 就是在我们学跟师傅仪式修成之后 就是去年一年里也是经历了大大小小很多的困难和考验 但是每一次都能够及时得到菩萨和师傅的帮助和点化 所以到现在就是我们越过了很多的难关 也度过了一些关节 我们在努力的成长的过程中 非常感恩师傅 我也记得师傅去年跟我讲过 说遇到什么事情 就是要记住师傅的法身很厉害的 所以真的是承蒙观世音菩萨和师傅的保佑 师傅的法身经常来我梦里加持 非常感恩观世音菩萨 感恩师傅 让我们有缘遇到心灵法门 遇到师傅 这么好的师傅 非常感恩师傅 好 谢谢师傅 最后让我妈妈跟师傅拜个年 谢谢师傅 受不受责 师傅 你好 第一次给您 第一次给您拜年 谢谢 谢谢 祝师傅 在新的一年 法体安康 救助更多有缘众生 弘法顺利 谢谢 好好念经啊 每天求 每天平安 明白了吗 嗯 是 那个师傅 我还有一个小问题问问您 就是那个自修经文 自修经文的那个 比如说李佛达 他会闻在左边吧 有个 有净正 然后 后面是佛友 如果是自己念 呃 是 送给 是送给自己的 那么净正处 这块佛友 有个佛友 是滑掉了 还是可以不滑 不滑的 没关系的 佛友就是你 没关系的 你就是佛友 佛友就是你 哈哈哈哈 嗯 好的 谢谢师傅 还有师傅 有个问题 就是说 呃 就是咱们心灵法门 有好多是 呃 从净土中 转过来的 我都是 对 那个 嗯 那个 就是在 呃 如果家里 家里有老人 往生啊 是什么 咱们那个心灵法门 不念大悲咒啊 心经 对 有那个 就是 呃 对 呃 咱们是不是可以 就是 也可以在 亡人的耳边 跟他 做个开示 就是说 呃 让他 提起 符号 或者是 让他放下一切 万元 在他耳边 跟他 讲 讲这些东西 可以不可以呢 最好不要讲 因为他的差点很乱 他听到熟悉的声音 他会难过的 哦 不要跟他讲 任何熟悉的声音 都不要 就是他走的之前 天天不是放大悲咒吗 那个时候也是 他每天晚上睡觉之前放大悲咒 他走的时候你也是放大悲咒 他就会很开心 他觉得他像睡觉一样 听得懂了吗 哦 哦 好了 因为任何一个熟悉的人 亲戚的 亲戚的人 给他讲 只要讲话 他全听得到 他全知道是谁 就像人家 瞎子 瞎子的话 他全部 听得到 谁跟他讲话的 明白吗 哦 好 感恩师父 因为我父母都来岁了 我在这方面呢 就是也是 你可以给他们念 你在他们要走的之前 你可以念几遍 那个 每天念一遍 那个 阿弥陀佛经也可以 但是呢 因为他学了心灵法门的话 就是应该让他 请观世音菩萨来接 接引他到西方极乐世界 哦 感恩师父 都可以 好 嗯 好 感恩师父 没有问题了 嗯 感恩师父 感恩师父 嗯 好 听众朋友们 因为时间关系呢 我们节目就到这 结束了 非常感谢 听众朋友们收听 好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再见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